今天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4年的梦幻联赛第22赛季 那么这场比赛是Liquid对战XD小组赛第二个比赛日 第四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比赛BOR的第二场 然后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阵容 Liquid这场比赛直接是在第二手就掏出了小鱼人 第三手小小 小小这个英雄还是厉害啊 谜团加小小ID则继续给小一生去拿兽 前两手拿出来的是蝙蝠骑士加上拉比克 这两个英雄应该就是打辅助位了 而且从现在的蝙蝠骑士这个英雄角度来讲 打四号位的手居多一点 而且中国战队的四号位蝙蝠骑士 是真的很厉害 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么来看看第二个比赛 在第四手还差两个大哥位 XG准备先拿谁呢 对方是搬掉了小那家 而XG这边则是搬掉了链金TA虚空甲面 大哥位现在剩余的英雄死问还在 要不要正反手教学一下 死问用来打小鱼人的话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中单位这场比赛如果愿意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拿一手TS TS是一个人选 然后呢 因为已经拿了兽了 就不太可能去拿这个末日了 其实拿末日也可以 果然拿了死问 顺带给大家说一句啊 就是在这个BKB改版之后 BKB改版之后呢 昨天在打大乱斗的时候吧 我用了一盘虚空 然后在那盘结束以后 有观众提醒我说 现在的这个虚空的A杖跳的悬晕 是无视技能免疫的 这个以前不是 就是以前在BKB改成所谓的叫做简易免疫之前 BKB是无视虚空跳的那一下被动的 尽管虚空那个被动 它写的是无视技能免疫 但是呢 它只有你在A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的平A触发的那个无视 A杖触发的那个并不会无视BKB 但是现在在BKB改版之后 是可以用这个跳来处理掉谜团的大招的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有一个谜团 你这边有一个虚空的话 你就可以出一个A杖 哪怕你跳的时候 你跳进了谜团的大招里边 这个虚空的那个被动也会正常的触发 也可以去打断谜团的大招 而且这个东西不能用林肯去挡 所以现在这个版本 如果你发现对方有一个谜团的话 你完全可以去选择一个虚空 在对方的谜团拥有BKB之后 或者是拥有BKB之前 你就可以去出一个A杖来处理它 小鱼不是可以挤死问吗 为啥死问好歹 死问打小鱼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破解的方式了 很久远了 这个破解已经 虚空的大不就处理了吗 虚空的大是可以处理这个谜团的大招 但是虚空的大招它成本很高啊 我能用一个跳去解决的问题 我就不需要用大招啊 它的大招我直接用来去 把别人定住 然后去完成击杀 不好吗 再说了 虚空的大招CD并不比谜团的大招CD短啊 现在XG在最后的一手搬人方面呢 对方现在是谜团小鱼加上蓝猫小小 XG觉得对手应该是三号位谜团 所以搬掉了两个酱油味啊 Liquid里边果然是三三的谜团 最后一手拿了一个神域 因三家的神域 许久未见了 不得不说是 对手这辆比赛在中单的位置搬掉了帕克 因为拿了蓝猫嘛 选择搬掉了帕克啊 果然是拿了TS 跟我预测的这个阵容一模一样 预测他拿死问和TS这两个英雄很简单 因为拉西克是同时可以解决对手的小鱼人和谜团 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这个拉西克都不怕 死问呢 是比较适合去打对方的小鱼人 而且当前版本AME的死问比较厉害 再加上这场比赛 刚好可以有一个机会正反手教学一下对方 所以这个英雄完全可以去选 这把谁去找神域的麻烦 这场比赛神域这个英雄并不难解决 他们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我可以强秒 这个强秒神域 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打出来神域的大招我就转火了 这也是一个办法 TS全都是地板技能 兽也全是地板技能 死问这边的飞锤有一个面积杀伤 有一个建设 天赋骑士全是地板技能 他只有大招不是 其他都是地板技能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 他自己来说 对方的小鱼人的生存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小鱼人现在的装备 基本上是要有法师克星散尸 然后之后再去做A仗 然后还会去考虑做不做BKB的这个问题 而且中间还可能会去穿插一个魔精 因此的这个BKB可能会很晚才出 但是这个BKB出的越晚 意味着这场比赛 Liquid正面团战小鱼人有作用的时间就越晚 主要的节奏需要靠这个小小蓝猫和谜团来带 5号位的神域的话 并不具备进攻 不具备太强的进攻能力 主要是一个救人的能力 以及给队友提供一个反打的支援 对于XG来说 这场比赛的进攻节奏仍然不会过早 虽然编书骑士兽 TS死问这些英雄前期都能打架 中路的话 老陆换成法坦亚龙会不会比较好 这场比赛肯定是老陆更好 亚龙打对方的这个阵容属于是比较吃亏的 甚至可以说是 因为亚龙的技能会被驱散 他只有大招不会被驱散 他其他的技能会被驱散 对方的这场比赛驱散略多 而且对方的神域有一手磨免 把亚龙的话 亚龙的主要伤害都来自于魔法 对方有一个百分百波抗 直接扔在脸上 等于这个技能就没有了 这边直接炸回来 可以这里手榴弹炸一下 尝试去击杀一波 开踏地板 nice 这里让人头 哎呦 这个小医生这个地方想让啊 想让但是多走了一点 多走了一点 小医生其实是在让的 这个位置 可惜他刚才的那个踏地板的那一下 他觉得这一下应该是打死了 他就提前走了一步 结果他这个右脚刚刚离开地面一丁点 然后就就崩了一下 可惜了 没有能够让给这个ts一个一血啊 这要让一个一血的话 中路的优势会很大 神域这里给上一发进化 那么这个进化之后呢 这个兽就追不上了 前期神域用来去打对方的 冰夫骑士和兽还是很好用的 能够驱散对手的燃油 然后顺便呢提供一手这个缠绕 能够让对方的兽呢过不来 AI蜜这边一上来 被对方两个人打的也是非常的惨啊 谜团这个英雄 现在在前期的一个兑现能力上来说的话 还是很强 死问这一个兵为补 让对方打掉了大概四分之三的血 也是真的惨 老鹿不也是魔法吗 老鹿的技能确实是魔法 但是老鹿的技能它不能驱散呀 它不能驱散呀 亚龙这个英雄 第一个是太笨重了 第二个是 这张比赛TS 它是可以用来去针对小鱼的 亚龙针对不了小鱼 第三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亚龙这个英雄 如果你去走法坦路线的话 你会严重的缺输出 同样作为法师型坦克的话 TS无论是从生存能力 从输出能力 还是从对于小鱼的克制能力 都是全方位的压制 亚龙作为一个 就是如果你想选亚龙的话 它只有一个地方是比TS要有优势的 就是破坏这个效果 如果你们的阵容或者对方的英雄 急需一个破坏效果的话 是可以考虑的 这儿攒一个净化 那么冰夫骑士被对手一波净化出来之后呢 血量掉的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刚才对方并没有选择去给这个敌罪之眼 这儿兽拍地板 米开的这个小鱼人被拍的也是比较惨 手里面现在有八个魔伴 但是状态确实有点残 有点残了 喝一个大药把自己的血量拉一拉 死问现在的补刀拉到了九杠二 第一波血量被拉的比较 被打的比较惨 看了下路这一波 那么给上一个技能 吼一嗓子掩护一下队友 漂亮 到了那边三三呢 还是成功的击杀到了地外 而且我感觉这个死问的站位 也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小小加迷团 这个前期增务加上小小的这个山崩也好 或者小小的投掷 甚至山崩加投掷 这个对线的击杀能力是非常爆炸的 这个阵容 谜团没有BKB怎么玩 没法玩 所以他们选择是让谜团去打一个三号尾 这样的话可以更早的收到BKB 现在我倒是比较好奇 三三对于谜团第一件装备的选择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因为谜团其实现在是没有固定的第一件装备出装选择的 这也是把自己的这个小谜团在外疯狂的反补 给一个增务 中路TS和蓝猫两个人互相伤害 互相伤害到现在为止 两个人的这个状态补刀和反补都是非常的差 拉比克举一下然后扔一个手榴弹 入手滑能球给一下 这三三这里直接是吃掉自己身上的灰血 然后再加上种一棵树吃了 死问这块没有蓝啊 其实对于对方的击杀是没机会的 而且酱油味并没有过来要帮忙的意思 一方的小鱼人现在在下路22-6 这个经济非常的不错 AME的死问这个发育出气的发育 我跟你说这真的也就是AME的死问能发育成这样 换一个对线基本功和打琴基本功 稍微差一丁点的选手 现在这个死问能有15个正补就不错 这个对线压力真的不是一般的 打因为现在死问的这个血线 属于是被对手迷团的一个增务给上 然后再加一个山崩 基本上就必死的一个状态 你看这边再晕一下 然后小小兜过来 小小这边山崩给上 然后再加一个竖章子 再加第二下 里边拉比克在外面一直在找机会 AME手里现在没有锤 那拉比克在旁边还是偷偷摸摸的摸了不少 现在对方谜团的 对方这波并没有选择转火去杀地外的这个拉比克 还是想去击杀到AME的这个死问 小小三级选择加的是二级的山崩吗 没有加了一级的山崩一级的投掷 小一张这块有点尴尬 受到这个踏结束了 团队经济方面的话 两边现在咬的还是比较紧的 对线虽然差地打的这个普刀压制不住对手 但是好在自己这些人也是在努力的维持 个人经济方面来看的话呢 拿到一血的兽 现在全场第一 中单和对手蓝猫互相伤害的这个DS 是拿到了第二 还差一下 我这个地方没杀掉 完了被反杀了 哎呦这个尼莎这波可真是 这队友救的太极限了 他一盯点这个小猫就能拿到一个单杀 这波如果拿到单杀的话 对方的蓝猫就要被打爆的 因为这一波单杀之后 对方的蓝猫到不了六级 出来以后这个蓝猫如果仍然选择回中的话 呃差距提前来一个酱油 甚至可以卡这个蓝猫到六之前再杀一次 对boxy打掉了一个小鸡 AME打野的这个位置也被对方兜过来发现了 看下这里死问一个飞锤 迷团被对手的这个边缝骑士直接炸回来 开火烫死吗 没有被兵线和防御塔给集火打死了 说过这个位置是一个脱堵 脱堵开了猫的第一个飞 不过神域这里攒了一个三秒的进化 小医生这里开一个猴 这个平A上来 再给一个超复合 小医生没办法了 这个地方真的已经尽力了 房内的经济让对方实践了一个反潮 死问的经济继续保持在六个大哥位的末尾 三号位的兽暂时是排在第一 不过也被对方断了一波节奏 小小这块一个T一个V 抢到智慧神符 Liquid的这个智慧神符 尤其是第一个智慧神符啊 处理的比XG要好一些 而且这两个智慧神符 真的带来的收益是极高的 我觉得XG要把这个东西要提上日程 就是怎么去优化一下自己前期的节奏 能够去顾及一下智慧神符这个东西 七分钟两个智慧神符 全部都被对手控到的话 意味着对方的双降游到六的时间 会比你的双降游早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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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XG 可以在前期游戏节奏的一个优化的点 看看Boxy这里一个V一个T 不过地外手里面是有一发魂类的 这个地方并没有掉太多血 迷团现在的出装呢 是秘法鞋然后做梅肯 先做秘法梅肯 不知道要不要直接升威士静甲 还是会去选择出什么装备 现在的大迷团有几个不同的思路 一个是走大支配路线 一个是做威士静甲路线 小鞋生这一波 第一波伤害已经扛够了 TS技能给上 nice大招钻住两下三下伤害打满 小鞋生已经把自己所有能做的事情做满了 但是对方妮杀这有点结实 小鞋人最后被拼掉 心情看一下蓝猫还剩最后一点点的蓝 还可以再打一个超复合出来 神域这里再打上一套技能 心情最后被对方两个远程硬生生给点死啊 毫无办法 一下蓝猫拿到了一波双杀 现在XG的人头数落后四个 团队经济方面呢 对方现在领先着一丢丢点点并不算多 蓝猫的经济现在反超到全场第一 这TS这波现在的也是被断了一下 死在这锤锤住开大 这里谜团转身 大招给上 小小准备给输出一个三包 秒掉一个 但是自己被兽带走 看boxy这边跑不掉 神域赶到这面战场之后呢 给了一个技能 不过没有大招的蓝 没有大招的蓝的话 救不下来自己的队友了 像小小和谜团 两个人换掉了一个拉比克 人头数来到5比8 XG在游戏的初期这场比赛 还是比上一场比赛要舒服的多呀 毕竟上一场比赛是个敌法式 加火枪手 前期的作战能力确实是比较有限 这段时间TS刷得很快 瘦的经济增长的也非常的快 小一生现在这个三号位的状态 真是打回来很多 打回来非常非常多 这场比赛呢 神域的这个磨免啊 确实是克制对方很多人 但是这个克制 不会持续的太久 因为这场比赛他这个东西是可以被驱散的 TS的装备选择是做风胀 用风胀来解决你这个问题 瘦这边再做韧点 那么死问待会出给一仗 驱散的手段还是足够用了 看看这块TS直接被对手带着磨免的 这个蓝猫过来打一套 蓝猫没蓝了 蓝猫没多少蓝了 但是对方这个技能这多呀 小毛已经尽力在顶了 自己所有身上的装备都是最极限的时间用出来的 蓝猫这边还在接着往前冲 蓝量是真多 谜团先做的秘法也是为了帮着这个蓝猫 多一点点的续航能力 哎呦这个拉比克我感觉有点拖大了 这波白给了 迪拜这波有点不太应该了 这个确实是有点白给的意思了 不应该这个不应该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因为这个本身中路 这个一坛明显就是守不住的 而自己的大哥位其实都在远端刷钱 就是刷钱 这个经济不会被对手拉开 感谢这 JOEY 老板的七家院大厂 大叔好聘用 早上上班开播 现在下班了 大叔还在播 今天确实直播的时间不短 确实不短了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咬得非常的紧啊 斯文的经济追的很快 刚才他距离前面的是差了比较多 现在已经只差个三四百块钱了 而且他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 还在进一步的提高 雷克的这个时候开屋过来 稍微满了一点点 满了一点点 下路都过来的话 TS在利用自己的恶魔吃令 在拆塔 对方选择是直接绕过来去找TS 但是兽和拉比克的站位 蓝猫这里飞过来 子愿第一波 小小一个山盟打住两人 完美 这个TS被秒 拉比克举 扔一下 拖点时间 兽一个突走 对方没有留住的 还行 小小这个英雄 前期的一个控制 实在是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又是被对方击杀掉了TS 和拉比克两个人 然后再顺势去推一下下路的一坦 XG这个前期 Liquid的前期打的还是比XG要好的 确实是要好 两场比赛看起来 前20分钟吧 至少是前20分钟 都是比XG打掉 蓝猫太顺了 加上对方有一个 好 这里蓝猫飞过来 那就结束 看一下这个兽 兽这波 开始扔甲往回跑 哎 好多技能 死问 落地 兽这边选择是假装一个突 不过其实冲上去打不过 因为对方迷团 手里还有大 我睡醒了 还是没睡醒 还没结束 对 这个还没打完呢 大老师还是百分之百吗 这场比赛 大老师是百分之百 看好查记 应该是bug了 这个就可以非常确定是bug了 刚刚这个TS 临死之前 又多拖了对方一途技能 小鱼人过来以后呢 这刃甲打开 哎 这小鱼人的跳能空的 小小过来给上一把山猫 这是不是其实 炸一下 小鱼人又被对方 给上了一个进化 这波好像跑不掉了 这一个投掷 砸下来 小鱼开C boxy拿到这个人头 但双方的团队 进行差拉开到了4000架 差距这个 坑挖的略大 略大 主播间注意一下 不要发表任何类似 这个剧透的言论啊 任何类似疑似 剧透的言论都不要说 不够发表任何类优优优独播 不够发表任何类优独播 大叔辛苦发个红包 蓝猫太顺 加上加上有一个小小 而且迷团一直没有放过大 这个对于差距来说 看一下这一波 这个迷团的大招 我感觉要立功啊 这波蓝猫先飞上来 紫苑定住后排 然后呢 这浪一波 死闻这个飞锤 锤住 小小这个地方直接浪费掉了 边附骑士的一个大招 兽钻住了神域 但没有伤害 地外被秒 地外选了个买活 这里死了 开大准备打 这个时候要小心对手的迷团 小心对手的迷团 迷团这个地方给了一发增悟 还没有早起放技能 小小又是一个山猫 定住两人 小鱼跟蓝猫两人 这里一个跳拉 拉住死闻 死闻跑不掉 被对方的小鱼 开着大招直接带走 TS也被击杀掉 这里再扔过来一个迷团 又是一个增悟给上 那魔免给到小鱼身上 以后再贴上一发加血 看一下 边附骑士上拉给 呼火 但是马上被对手 转身一套技能 小小又是一个技能迷团 最后大招拉住了 小一生的这个兽 感觉再不拉没机会了 拉比克也被带走 五人团灭 16分10秒 被对方打了一个零换五 团队精力拉开了7000 这场比赛感觉是 有点拉不回来的架势了 这个团战确实有点太不耐了 对方这个蓝猫太肥 蓝猫太肥 一直在被对手不停的滚雪球 前期XG的这个处理 我觉得要学习一下 要跟Liquid学一下 Liquid的前期打的真好 两场比赛打的也都很好 上一场比赛虽然说 在游戏的中后期被 XG这边利用非常灵活的一个阵容 找到了很多次的机会 再加上一场比赛 Nisha这个龙骑士过于投铁 救不出BKB 露给对方太多次击杀的机会了 小一人这边再兜过来 小一人一个跳 看着蓝猫飞过来 子愿给上 那么这样的话 白根直接死了 跑不掉了 没法刷钱了 已经正面战场 这里吃后大招 钻住对方的泥团 但是没有输出 没有输出 DS这边给上一个电 这里对上又是一个磨棉 给上 那边这个33一口没啃 还没死 打不下来 蓝猫飞到后排 直接钻住地外 再打两套输出 蛮撑击杀 小一生这里 一个拖 前往回走 树桩的跟上来 能直接拍死吗 应该是拍不死 伤害不够 但是也只剩一个小一张 自己回来了 那这样的话 比赛17分33秒就结束了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比赛 Liquid呢 依靠着一个 近乎完美的前期对线 直接在17分钟 就战胜了XD 两支战队 战成1比1平 各拿了一些分数 好了 我是三宝大 说说给大家喜欢 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 我的频道 咱们本场比赛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明天见 明天还是第二轮 开始直播啊 明天还是第二轮 开始直播 不是第一轮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